大家好,我是迪卡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很簡單的躺磚 去開你的胸、矯正脊椎 還有改善你的肩頸僵硬的問題 那很簡單,你只要準備磚 不管你只有一顆磚、兩顆磚都可以 那兩顆磚最好 那沒有磚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拿書本來代替,可以多疊幾本 跟它形狀差不多的工具都可以 可以學起來,因為平常在家 你只要工作到很累 或者睡覺前睡不好 早上睡醒身體比較僵硬 你都可以在這顆磚上 讓你的身體更放鬆、更柔軟 所以這顆磚其實功效很多 我們就先開始來到瑜伽墊上 一開始來到瑜伽墊的時候 我們將磚來到第一個最矮的高度 我們練習可以先從這裡開始 未來你想要調整高度 你可以來到第二、來到第三 那這個有點極限 我們就來到第一 我們先從第一開始 所以第一個高度最平的 然後把另外一個磚變成一個T字形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枕頭 這是等一下頭要落下的地方 我們先坐在第一顆磚的前方 差不多三公分的距離 好 那我們慢慢落下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手肘 先右手肘 左手肘撐地 慢慢的撐下去 你會感覺這一顆磚開始落在你的下背、中背這邊 然後慢慢的幫頭往後 那如果覺得頭好像太高 頭好像比較長的話呢 你可以調整一下 把你的第二顆磚來到頭下方這邊 好 那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 你第一顆磚你大概落在你的中背 然後肩胛骨下方這個地方 盡量不要卡在那個肩胛骨骨頭上 所以肩胛骨骨頭啊 一定要選在空中這邊 所以大概在你的肩胛骨下方這邊 是你上面磚的這個高度 一開始我們先把你的雙腳彎曲 那你雙腳彎曲可以讓你的尾骨尾椎 碰地更多 扎根之後呢 我慢慢的把頭放鬆 那你上面這顆磚都可以自己調整 把你的後腦勺就靠在你的磚上 然後我們慢慢的把雙手往上延伸 你可以在你的頭上方稍微把掌心朝上 然後手疊在一起 讓你的整個上背中背放鬆 然後在這邊你的眼睛可以微微的張開 記得深吸 深吐 好 第二個步驟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高度差不多了 你可以慢慢的把頭上面這顆下面這顆磚移開 慢慢的喔 先把頭稍微抬高一點 然後移開移到旁邊 讓頭慢慢直接落地 那你頭慢慢直接落地 這時候手就可以回到你的身體旁邊 然後把腳慢慢的伸直 好 在這邊你會感覺整個背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你的腳啊可以選擇伸直打直 讓它放鬆 或者你可以來到蝴蝶腳 腳掌合起來 腳掌對腳掌 然後把膝蓋自然往外放鬆 好 我們在這邊下巴稍微收一下 停留 停留到你覺得很舒服 你可以停一分鐘 你也可以停五個很慢的呼吸就好了 好 然後慢慢的呢 把你的腳稍微用手合起來 然後屁股稍微抬高一下 然後把你的磚移開 或者你可以躺在上面之後 把身體稍微翻到側邊 然後再把磚移開都可以 所以有兩種方式可以起來 那接下來你可以用五磚的方式躺在地上 你稍微感覺一下剛剛那顆磚 把你的身體帶給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稍微去對比一下 然後慢慢的你可以屈膝 雙手抱膝蓋 地板上稍微停留一下 然後再慢慢的起來 那你再起來可以滾到旁邊 或者你可以直接把身體推起來 這個T字型 枕頭的高度在這邊對不對 你如果練習久了 你可以把這個T來到第二個高度 那當然你的中背 上背在這邊的時候 就會更高一點 會拉更多 所以在這邊就是 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調整 然後不用太勉強 一開始都從最低開始 然後慢慢的來到第二個 然後甚至有些人呢 柔軟度更好了 你可以來到第三個 這個很痛 你可以墊個小毛毯 或者墊個小小的薄薄的枕頭在上面 然後躺下去 可以幫助你的脊椎 矯正脊椎 然後改善駝背 肩頸痠痛的問題也很容易被解決 然後在這邊就是 多去練習 這就是今天磚的教學 那這個磚你有一顆磚沒有問題 那顆磚就直接放在你的背部 那你如果頭沒有磚的話 你自己找顆枕頭 或者找顆厚厚的東西墊上去也可以 因為頭上的那顆磚 比較沒那麼重要 所以你只有一顆磚 也可以練習兩顆磚更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問題在下方留言 然後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你的生命朋友跟家人 謝謝大家 那我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我們就下週二見啦 中文字幕作者 題目 中文字幕作者 題目